小明珊選手他的最後一馬 一舉五十五公斤 可以 掌聲鼓勵給 敬禮馬 有人 在滅滿 繃索 祝福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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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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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去外面的公園那邊 謝謝 妳本來就有在聽五月天的歌了嗎 對啦 喜歡她的歌啦 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了 兩年前沒有清晨啦 我年紀有了 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吧 謝謝你們啦 不會啦 不要加說 人幫上你 是我們的榮幸 這裡是 腳本區就好秀 如果騎機車載她的話 可以最近可以到哪個區 就這裡而已 有輪椅嗎 好啊 太好了 太好了 努力一下她還可以享受過 謝謝你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這次出門 竟被一團黑色的小毛球給攔住 定睛一看 嘿 雖然是隻楚楚可憐的小貓 不遠處還有另一隻小貓則是吃吃望著 猶疑著是否該上前 最後可能聽懂了兄弟說的話 快過來啊 妳就那麼喜歡流浪嗎 這長期飯票抓住了以後咱們就不抽吃穿了 兄弟倆最後就這樣在所長身邊徘徊 此時不離去 而回到駐地的所長 實在想不到 自己為何會成為天選之人 所長如同每日上班日常 騎上了機車 正打算好好巡視自己負責的轄區 沒想到出門不久 竟被一團黑色的小毛球給攔住 定睛一看 嘿 雖然是隻楚楚可憐的小貓 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不斷圍著他喵喵叫 不遠處還有另一隻小貓則是吃吃望著 猶疑著是否該上前 最後可能聽懂了兄弟說的話 快過來啊 妳就那麼喜歡流浪嗎 這長期飯票抓住了以後咱們就不抽吃穿了 兄弟倆最後就這樣在所長身邊徘徊 此時不離去 然而我們林所長也是有sense的 知道不能隨意碰觸這兩隻小貓 以免沾染到人類氣味而被之後遭孩子的母貓所遺棄 但等了許久 此時未見到外出找小貓的母貓 看來這兩個孩子已被母親拋棄了 後來沒想到一般再頻繁不過的巡邏情物 禁於兩隻小生命插出我花 而回到駐地的所長 實在想不到自己為何會成為天選之人 左思右想最有可能的原因 難道是因為派出所內有隻即將臨盆的母貓 導致自己身上有貓的氣味吸引了兩隻小貓的注意嗎 就在今年3月間所長偶然發現 時常在派出所後方出沒的貓之裡 一隻虎般貓壯之懷有生育 考量母貓生產以後去結紮等問題 多方諮詢後 決定購置幼補容進行幼補 經過一番努力 總算成功抓住這隻懷孕母貓 母貓也在4月中旬平安生下了4隻小貓 整個派出所瞬間可謂喵氣爆棚 最後其中一隻年紀叫長的魯牛貓 被派出所遠景收編帶回家照料 4隻幼貓則在嚴格篩選下 也找到合適的家庭收養 祝福善良的湖面派出所同仁 與可愛的喵心人們未來永遠幸福 嗨